我们那个时候创作是发现社会热点 寻找老百姓的关心的事情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是站在与老百姓同一个起跑线上 和他们同时感受我们身边的人事 或时代生活的变化 把他们的所想所知所要所需 汇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才能够打开这个局面 你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你 因为你离他们很近 现在不是 现在大家上网 搜一搜 这有一个段子 那有两句话挺逗 然后七宾八凑 就变成节目了 开玩笑吗 我们追求的是原创 我跟赵老师始终如一 就是说 我们要做到 我有你没有 第二层 我们要做到 你有我比你还好 现在不是 大家的节目都似曾相识 好像在那 我在那看过呢 这不是那谁演的吗 我们那个不会的 我们的直辩 直辑 即便是到了现在了 大家还在点播 为什么有人说 好像赵立荣老师没有离开我们 因为年年逢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还在点播 希望播放 看宫廷乐酒 看小汤哥舞 看这个如此包装 等等等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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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